男士們,你們去廁所時有沒有甚麼困難呢? 會不會時不時都覺得腰酸背痛? 要小心點,這些都可能是前列腺癌的徵狀 今集由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講解 這個病有甚麼風險因素 有甚麼技術可以減低創傷之餘 又縮減治療的時間 立即看今集的TOPIC陳證室 潘醫生,剛才都問到 其實前列腺癌有甚麼症狀? 是否很難發現? 其實早期的前列腺癌是可以沒有症狀 但一般來說,前列腺癌都是上了年紀的病人 於是上了年紀的病人 除了有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外 同時可以有前列腺肥大的症狀 例如尿頻、夜尿比較多 小便有些困難 前列腺癌的病人都可以同時有這些症狀 如果有這些症狀都可以同時患有前列腺癌 而當晚期或前列腺癌 演變到一個比較後期的情況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病症之外 有機會小便有些流血的情況 又或者再後期的時候 前列腺癌轉移去骨 可能有些骨痛的情況會發生 早期的前列腺癌 如果單靠病症是很難確診得到的 但如果找醫生去求診的時候 一般醫生都會做一些身體檢查 包括做一些指探 把手指放到直腸地方 然後看看前列腺癌 或者前列腺有否硬快 另外醫生也會安排病人做一些抽血檢查 譬如我們叫PSA 前列腺的特異抗原 看看它有沒有上升 如果在前列腺的特異抗原有上升 又或者在檢查上發現前列腺有硬快 醫生可能會再進一步做一些確診檢查 譬如前列腺活檢 即我們叫做抽針檢查 去看看是否真的有前列腺癌發生了 我也知道醫學界有些比較新的治療方法 就是磁力共振導航放射治療 用來醫治前列腺癌 其實這個技術有甚麼特點呢 現在我們用這個技術 就是我們將這個放射治療的準確度去提升 因為我們知道前列腺共振 能夠看得前列腺非常清楚 而這個磁力共振導航技術就是 病人每一次做這個放射治療 都需要做一個磁力共振 然後我們就可以有些實時的影像 令到我們可以清楚知道 每一日病人的前列腺的位置 或者附近的器官的位置 包括一些重要器官 譬如直腸、膀胱的位置 如果當那一日的位置有變化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些調整 或者要調整一下劑量 令到電療的技術或者準確度提升 亦都可以同時間去保護附近重要器官 如果這個技術對比傳統治療方法 其實有甚麼特點呢 會否都可以縮短患者的康復時間 絕對有的 因為每一次放射治療的劑量 我們可以因為清晰知道磁力線的位置 我們可以將劑量提高 每一次的劑量提高一點 於是病人回到醫院的電療時間 可以減少 譬如傳統一般的放射治療 我們需要七至八個星期 一個星期做五天 好像上班一樣去做 但因為這個技術 我們有一些叫立體定位放射治療 意思是每一次的電療劑量提升 而電療的總共次數可以減少 現在我們可以將電療的次數縮減到五次 而一般來說 病人只需要一個星期回來兩次至三次 即是兩個星期左右便完成了 所以病人需要回來治療 或者回到醫院的時間大大縮小 令到病人那種不適 或者要周居勞頓的機會 亦可以減少 這個技術可以縮短一個治療時間 但會否有甚麼副作用 就不需要太擔心 我們現在有些叫透明質酸的填充劑 就是透過注射透明質酸 在直腸和前列腺之間 令到直腸更遠離放射治療的把區 令到電療令到直腸受傷的機會更加減少 病人出現一些直腸受傷 例如流血或長度受損的機會更加減少 剛才你也說過這種物料 其實是否患者是不適合的 一般病人都適合做前列腺抽取組織檢查 都已經適合做透明質酸填充劑的步驟 基本上都沒有特別的病人不適合做這個步驟 前列腺癌大家都很擔心 其實有甚麼人屬於比較高危的人士 前列腺癌一般都不會出現在年輕人 都是一些上了年紀的男士 而一般香港的發病年齡大約是55歲或以上 所以到某個年紀 如果你有些小便的不舒服 例如剛才我說小便有些困難 尿頻這些症狀都要去看醫生 去做一些身體檢查 而有些風險都會令到一般的男士 會增加了有前列腺癌的風險 例如一些肥胖 所以我都會建議病人或一般市民 都要保持一個健康的飲食 要做一些適量運動 令到自己不要那麼肥胖 另外高脂肪飲食 都是一個引起前列腺癌的風險因素 另外如果家人有一個家族記錄 是有前列腺癌都要留意 因為可能比起一般市民 患有前列腺癌的風險會提高 明白了 今集很感謝潘醫生這麼詳細的解釋 那位男士如果有症狀 真的不要害羞 快點做檢查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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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